最后我们还是来关注一条轻松的公司新闻 提起食物分红 相信最近中国股民是深有体会的 近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南方食品通过决议 决定向股东派发南方黑芝麻糊 紧接着食品企业量子高科也表示要关怀股东健康 送出了公司产的桂林高 此后其他公司也纷纷的跟进 牙膏感冒药等等都出现在了分红的选项当中 其实细算下来食物分红这路事还真不是中国公司原创的 早在三年前就有英国公司给债权人发巧克力做利息了 创立于2003年的Hotel Chocolate 是英国著名的高端巧克力品牌 尽管在知名巧克力厂商云集的欧洲 十年的历史并不算悠久 但这家年轻的巧克力公司 不仅短时间内就在英国本土建立了56家零售店 还把分店开到了中东 特别是最近三年 Hotel Chocolate的员工数量从600扩张到了1000余名员工 还在2011年开办了第一家巧克力主题酒店 成为欧洲著名的巧克力连锁企业 谈及公司的成功创始人安格拉斯斯瑞威尔表示 2010年的一次融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正处于欧债危机的关键阶段 获得银行贷款并不容易 于是Hotel Chocolate别出心裁 通过向消费者发行债券来实现融资 而这些债券的收益就是Hotel Chocolate自己生产的巧克力 当年Hotel Chocolate共发行了两种三年期巧克力债券 主要面向该公司巧克力俱乐部的会员 其中2000英镑巧克力债券的持有者 每年可以免费收到6个巧克力礼盒 价值107.70英镑 4000英镑巧克力债券的持有者 每年可以免费收到13个巧克力礼盒 价值233.35英镑 两种债券的收益率都明显高于银行利息 在三年发行期之后 债券持有者每年都可以在公司的周年纪念日那天 决定是否要全额赎回自己的债券 如果他们决定继续持有债券 那么他们也可以继续收到巧克力礼盒 通过发行巧克力债券的方式 Hotel Chocolate成功获得了370万英镑的融资 如今三年过去了 伴随着Hotel Chocolate的成功 这种个性化的融资方式 也开始受到其他公司的青睐 前不久英国快餐连锁店Lion 也发行了1500英镑 3000英镑5000英镑 这三种面值的债券进行融资 他发放Lion快餐的用餐券 其中面额最高的5000英镑债券 可以获得15%的回报率 最低的1500元的债券 也可以获得8%的回报率 这个回报率不仅大幅高于银行利率 也比前辈Hotel Chocolate大方了不少 只是所有的用餐券 都必须在Lion快餐进行消费 不过这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的监管问题 如何进行有效监管 保护投资的利益 仍然是一个期待填补的空白 一种新的融资模式已经兴起了 对于创业者和勇于尝试的消费者来说 这不仅仅意味着诱人的巧克力 和可口的快餐 更是一个个崭新的商业机会 曾经片子最后 我们提到了监管问题 你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我们先说它这个模式 其实这种模式可能更多的是吸引 本身你已经是它的消费者 或者是潜在消费者 那么确实在监管的角度 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 比如说你是投资人 或者说你是债券购买者 当你拿到你的利息 这些巧克力或者购物院的话 其实它是你的收益 但是资本利得税这一块究竟怎么收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那么另外一点 我们可能还要考虑 比如说厂商如果出现违约 那么如果该给你巧克力的时候 没有给 或者说给你的这个巧克力 质量下降的话 究竟会怎么样 那么再加上一些比如说避税 洗钱 甚至是腐败的问题 那么这一块 随着这个潮流越来越流行 那么也应当被考虑进去 mote哎呦 炸蟹量下来越 brushes ro人 蚌 炸蟹 注意 小火 卡 騰